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 是观众朋友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 林冠 讲到健康 急诊室的医生跟外科医生 还有肝胆肠胃的医生 最怕病人说肚子痛 肚子到底是哪里在痛 你知道吗 肚子痛也有九宫格不同 不同的部位 那不同的部位可能有不同的器官 不同的器官可能有不同的病症 肚子痛到底要怎么处理 那有一些人的慢性疼痛 背后可能还有更深远的意义 到底平常时候肚子痛 怎么样健康生活来调养呢 待会这集的健康好生活 就会一一跟观众朋友来分享 今天陪我们一起分享的 有七个好朋友 第一个好朋友是医生好朋友 洪友祥医生 你刚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再来是加一科的医生好朋友 陈新门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急诊室的医生好朋友 魏志伟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肝胆肠胃的专科医生 好朋友徐秉毅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我们的艺人好朋友佩依姐 大家好 再来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阿方老师 嗨 大家好 再来也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李德全师傅 大家好 好 先问一下新门医师 这个很多人看医生说肚子痛 肚子范围很大 对 其实肚子痛可以说是 最常听到 那是其实最难诊断的一个疾病 那很多人会说肚子痛 我到底要怎么知道 自己的状况是怎么样 我先讲一个观念 可以给他破解一下 肚子痛绝对不是用我很痛 跟我就不痛 来判断严重程度 我觉得两个个案 有一个个案 他是一个年轻的小弟弟 他被送到急诊室的时候 是他痛到晕倒在学校 所以他到医院的时候 那个爸爸哭到 就是整个人哭到 跪在地上跟医生说 求求你务必要救我家的小孩 这个痛起来看得太严重 结果X光照才最后是什么 肚子里头大便太多 便秘的问题 所以一通完之后 小朋友就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 害父母亲也不知道 刚刚那个反应该怎么收回去 就只好说谢谢回家 所以其实你看 这么严重的肚子痛 结果最后竟然是用便秘的 结果来诊断 但是第二个案例 是我自己亲身的案例 是一个居家照护的病人 每个月每个月去看他 这个阿伯呢 你每次去做检查 做到肚子 你问他们问题 他就说 我肚子就一直都不好 吃不下 然后呢你问他哪里痛 就整个肚子这样摸一圈 那呢有一次呢 我们回诊的时候 这个我们都会去他们居家看 有一次他就说不看了 这一次不能看 一细问之下 原来是这个阿公 他在前几天住院 他住院的原因是什么呢 他到晚上睡到一半的时候 全身冒冷汗 他老婆摇他不对劲 送去急诊室 一照这个检查 最后他是他的胆管 有结石 这个结石长久结石下来 那时候已经破裂了 所以他当时在半夜 去急诊室的时候 是已经整个 我们胆里头的所有液体 已经跑到腹膜 变成腹膜炎 所以他当时其实是 住在家户病房 住了一个多月 好的时间才 后来是 就是有才出院这样子 所以其实你可以知道说 你看第一个痛得要命 第二个 其实你每次问他 都慢慢痛 第二个是差点连命都没了 对 木膜炎是差点要没命的 是啊 而且年纪又大 所以你看这个疼痛 原来是不能用这个 到底痛的严重度来做表现的 第二个我想跟大家区别的迷思 我记得有一次我有一个病人 他坐进来 他就跟我说 我直肠在痛 然后呢 我们其实都觉得蛮有趣的 他怎么知道他的直肠 对啊 对 我们一定要讲一下 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东西 我特别要提一下 很多人都会觉得 我皮肤痛 我这里痛 我就一定这里有问题 可是很可惜了 我们的内脏不像我们的表皮 那么的敏感跟那么的聪明 所以内脏往往他的痛 会是不明确的痛 所以通常你讲直肠 所以你觉得大概那个位置在痛 但是通常不一定 我们要找很多原因 所以呢到底负痛的位置 可不可以做判断 说真的啦 负痛位置还可以说一点稍微的判断 这跟你了不了解 你器官住在什么位置 有关 我们先看一下 其实我们真的都会 如果你自己是病人 你自己每次疼痛 就注意一下你的位置的痛 是痛在九宫阁的哪些地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你的痛 到底会不会跑位置 我们先触分一下 九宫阁如果是中间 然后上面 那就有可能是胃 所以就可能胃溃疡 胃食道逆流之类的 对 就是胃的几率还蛮高的 对 往右边就胆结石 那当然也有什么胰脏炎 对 往左边也有可能是 蛇脂肠溃疡 对 那如果是中间 这里是肚脐的嘛 对不对 对 那肚脐可能就有肠道 也有可能是盲肠炎 对 盲肠炎会跑 所以它可能位置 本来是在这个 我们的右下 会往这个肚脐的中间跑 是有可能的 所以它可能会变来变去 对 那肚脐的两边 就有可能是结石 或变密的 对 结石跟变密就差很多了 对不对 对 结石是石头长了 变密是你可能排完变就不痛了 对 而且他们的痛法 其实说真的 有人说结石的疼痛 如果男生 就好像你仿佛经历了一次 生产的过程 因为非常的痛 就好像那个 子宫收缩的那种疼痛 所以如果你有结石过一次 大概就可以区别 便密跟结石的差异在哪 那我们再往下走 肚脐再往下面一点 比较接近泌尿系统 搞不好有时候是尿道炎发炎 你可以想象 或者骨盆腔发炎 我们的肾脏住在这两个地方 对 那他们会中间往我们的 这个泌尿道系统集中 对 所以它其实只要是 这个相关系列 比如说我先从我的右腰 好像跑到了下面的腹部 有可能是结石症 在往下掉的过程 所以当它位置变化 记起来跟医生讲 它可以提早判断 那结石通常是这样 很多人有肾结石 我们可以快速诊断 往往他以前做过见解 在扫超音波的时候 肾脏就看到结石了 那这时候我们去做判断 就会比较准确 那我问一下许医师 急性的腹痛 其实真的爸爸患吗 是 我们判断腹痛 就跟买房子一样 最重要的就是什么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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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cation会扩散 所以一般的大众一定要对于说 要命的腹痛 刚才讲的要开到这种腹痛 要有一个基本的概念 那我以前就遇到一个37岁的一个男性 刚才是上班族 有一天他就右下腹痛 然后他其实以为是一般的肠胃炎 所以他就稍微忍了一下 因为他那个时候在负责一个专案 就一直吃止痛 一把这个痛压下来 那经过一个礼拜之后 哇 突然之间他就大痛起来了 哇 而且站都站不起来 非常非常痛 可能比身肠还痛 那结果他就被送到急诊 急诊 那个一检查起来发现 是兰尾炎 然后已经破掉了 就盲肠炎吗 盲肠炎 一般讲盲肠炎就破掉 整个这个腹膜里面都发炎了 那就盲肠炎恶化成腹膜炎 对 破掉以后 肠里面都露出来了 对 所以就是引起腹膜炎 腹膜炎引起来以后 就赶快去开刀 可是开完刀以后 虽然命是救回来了 可是就常常发生 肠沾黏的情形 就疏后 沾黏会有什么症状 会容易便秘吗 会便秘 而且有时候肠子不动 整个就是会胀大起来 然后他就会很痛 对 他吸一点点东西就会胀气 所以有些人吃完胀气 肚子上在啵啵啵啵 那个就是胀气 也有可能是3年 那这样子他就一辈子要跟他的肠胃 这种症状和平共同 所以他常常在痛 痛了好几年了 所以说我们对于这种很严重的腹痛 要有基本概念 像盲肠是在右下腹 对 我比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其实大家可以知道 肚脐的右边再往下 肚脐眼 肚脐眼这边 然后我们就可以摸到一个腰骨突 对 一个腰骨突 我们这样画一个连线 在这个外三分之一的地方 就是盲肠的位置 所以你如果肚子痛的时候 记得按一下这个位置 如果会有压痛 注意可能是盲肠眼 要赶快去找医生 而且不能脱 不能脱到变成腹膜眼 对 有些可以脱 有些像这种就不能脱 所以肚子痛还是要看医生处理 接着下来 阿方老师就要分享一个健康好料理 不过这个常常肚子痛的人 多数一般人都觉得 好像是自己肠胃有毛病 对 要不就是外食吃得多 蔬菜吃得太少 然后其实长期 如果累积这样的生活习惯 其实通常会有肠胃的问题比较多 所以刚刚我们企划在问我 老师你有没有肚子痛的经验 我认真想一想 我好像没什么肚子痛的经验 那我觉得我来节目学很多 就是高签 但是通常伴随高签就是有一个 不太好吃 那我们就想办法要让它好吃一点 所以阿方老师今天要分享一个健康好料理 今天是古早日的年糕汤 田园酥 这个是宁波年糕 对 我今天用的是宁波年糕片 然后我们来煮汤 但是基本上应该这样讲好了 我把主食的部分我们有年糕片 那其实在我们有一些菜肴 像地瓜 我们其实在食物的精算的时候 它其实也算主食 那我这样把它对起来 这是我们今天这一家全部要吃的 是不是在这里面就多上了膳食纤维的概念 又甜小孩又喜欢 对 然后季节有什么样高签的蔬菜 有什么变化 它有什么特质 我觉得也是妈妈要学的东西 那我就在我们节目上很多师傅都会分享 那我们等会一个一个做 那我现在先从冷锅冷油的时候 既然叫古早味 其实很容易推的 就是我要把它煮成像咸咪的味道 就是咸汤圆的味道 爆香 虾米跟香菇 对 那这个就基本上虾米 香菇 这一类的大概就跑不掉 那香菇师我的技巧会有半调味 一点点的酱油或者是糖都是可以 比如说你要炒米粉 你要像我们今天爆个汤底 你可以在香菇丝泡软之后 让它入味 要切把水稍微拧掉 那它是不是就原本的吸水的海绵 水又被你拧掉 那你现在就在养一点点的酱油给它 它就又把酱油吃进去 然后我们等会就可以来爆 那这样会比较香 那我们这个爆它的同时 阿邦老师分享一下 今天这个推荐大家吃的这个 这个是 对 是我今天特别挑了这个季节的 高鲜的蔬菜 这是我们说妈妈在 我们应该这样说好了 在冬天我们都吃芥兰菜 对 芥兰菜 到了春天像什么油菜 芥兰菜 它都开花 现在你手上拿的就是芥兰花 芥兰花 芥兰菜的花 所以这个黄色也是可以吃的 我们回镜头拍一下 这个黄色的花也可以吃 是 可以吃啊 是可以吃的 然后等会它的处理方法 因为你可以看到 这一颗它从我们吃冬天吃芥兰菜 它就是有滚 有香啊 没了 就是这样 所以通常那个季节它比较嫩 那我们通常会炒什么肉丝 然后炒的乎乎的 然后起来比较滑嫩的口感 可是到了这个季节 它除了有这个筋骨 上面就还有这个花毯 每一个部位都各自有不一样的口感 那我现在把汤下下来 我们就来处理它 好 所以我们先爆香的 现在皮到香味 香菇跟香米乌 现在那好像阿嬷的厨房 对 那个古早味就出来了 好 然后一点点的葱花 而且你刚刚那个酱油 其实酱香就爆出来 对 好 然后再来冲热水 肚子痛有超过三个月 然后我们就叫慢性的负痛 医院去检查 结果发现 遗让来第四期了 对 对 临床症状是 他就是觉得痛 可是也没有负膜原的症状 这个肚子痛的原因 跟血管有关系 那其实 这个感觉非常严重 对 现在那好像阿嬷的厨房了 对 阿嬷的厨房 那个土早味就出来了 对 好 然后一点点的葱花 而且你刚刚那个酱油 其实酱香就爆出来了 对 好 然后再来冲热水 好 我们来这一个加入水 看汤之后 这个水下去 就是阿嬷的古早味焦汤 那一焦下去 那个香味就来了 你可以煮什么 各式各样的一个味道 它起来都跟客家咸汤源 是类似的 只是我们今天要借由这个汤底 来煮大量的蔬菜 好 那现在我们把第一个 现在是煮的同时 我先让这个地瓜 地瓜可以用刨签 那我今天的地瓜品质很好 所以我把它切成 跟我的年糕片 是对等的一个片状 所以等于一半的主食 用地瓜 地瓜来取代年糕 是 对 好 然后呢 这放进来 我们盖上锅盖 稍微煮它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 像这个 这里面最老的部分 哪里 就是叶子 对 所以妈妈在炒菜 有的人 那个小孩子 他咀嚼能力没有那么好 或家里有老人家 请妈妈菜 千万不要那个 大刀糕糕糕 你一定要稍微细心一点 就是该栽则栽 就把它栽下来 另外做清洗 然后再来 就是这个金 金的部分 它会有一个 外面这个太老太粗 其实也会对肠胃消化 会变成第一你觉得它不好吃 还有在炒的过程 你觉得炒不走 你会放更多的油 可是你稍微这样子一撕 你会发现 它的整个的结地组织 你可以看到 就被破坏掉了 它就没那么老 然后最金贵的 要感受到这个是这个季节 妈妈花这么多菜钱 那千万别把它 连刀子就把它剁碎了 切得跟葱花一样 所以花药留得这么漂亮 花药留下来 那个最细嫩的部位 单独留下来 才知道我们今天吃的是 当令的特色的食材 那这个其中摘下来之后 去清洗 洗完之后你可以看到叶子 我就会把它稍微截得短一点 截得短一点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滚 然后切断 对 它其实煮过之后 你吃起来会像竹笋一样 好 然后阿芳老师 我们这个菜把它前置处理 备好 好 然后肉片我没有先下去炒 因为我想要用滑的方式 就是到汤锅里面过一下 这个是哪个部位 我今天用的是夹心肉 对 就铁铁肉的部分 一点香油 一点酱油 一点香油 然后调味一下 好 然后呢 来 把它先腌匀 先把味道先走出来 好 然后再准备一点太白粉 对 所以让它待会滑下去的时候 有点滑嫩 滑嫩 对 刚刚佩怡姐问 为什么你的肉没有事先炒香 一般 就感觉阿嬷应该把肉炒香 对不对 那是阿嬷的年代用五花肉 有油 可是我们现在用的是瘦肉 我如果再下去炒香 等会再煮到好的时候 它就整个太老了 真的耶 阿嬷好像插皮粉都是五花肉代表的 对 就是拿那个五花肉 然后呢 前面比较前端比较油的部分 阿嬷都留下来 做像这样子比较有风味的台菜 第一个阿嬷就是把那个肥油下去 这样子 对 把它的油逼出来 可是我今天没有 就是像这样子 好 然后现在汤也滚了 地瓜它应该很快就会熟 对 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把我们的肉片 让它下去滑口 这样不会结在一团 不会 我们下锅之后 我 佩姨姐你有仔细看到我一个小动作吗 我把火关小了 关小 关小 让它不会瞬间就结在一起 然后它就是用泡的 就有点肉羹的逻辑 对 我觉得这是变化版的肉羹的逻辑 对 但是是真材实料的肉 对 好 然后现在我们可以来煮这个年糕 对 年糕片 年糕不用煮很久吗 不用 对 它是其实已经蒸熟了 然后又风干了 这样干燥之后 好 然后现在放进来 我们利用它煮软的这个时间 稍微的小小做一下调味 好 我们今天其实还是准备了油葱 因为是有古早味嘛 然后调味一点点少量的盐 放一点这个盐 然后如果你要鱼露的人也可以用一点点的鱼露 好 然后呢 现在煮上来肉片很快 你可以看到 我放下去 然后呢火稍微转小一点 所以它尤其我选择在这一块的温度 它没有那么高 所以你看它没有大大的沸腾 就是只有这样把它泡 泡到它 真的耶 像吃肉羹 它就会像肉羹一样滑滑的 对 好 然后现在就可以来了 大量的菜 对 然后这也是妈妈在炒菜的技巧 越粗的部位 我们就早一点下这样子 对 所以我们先放根 根叶 叶 那那个花的部分最后再先 对 然后今天因为我煮的汤 我大概就配好 可以刚好吃完 然后呢放上来 满满的蔬菜 对 很满的蔬菜 老师如果今天挑选的季节蔬菜 不是芥菜花的话 还有什么蔬菜适合搭配 常年的地瓜叶也很适合 老师吃那个面摊 不是把地瓜叶 然后淋上猪油 油葱吗 那其实用这个也很适合 那煮汤就不用那么多油 然后你可以看到 地瓜一看摆明它就透了 对 真的耶 你看那个地瓜的黄 跟芥菜的绿 而且现在是油绿脆绿 对 对 哦 这颜色真的很漂亮 这样的菜就可口多了 小孩子就不会打枪了 很多人炒这个菜都炒到又老又黑 对 好 然后现在放进来之后 最后我要再放一点点的胡椒粉 然后我们还准备调味一点点的芹菜 跟香菜 对 芹菜跟香菜 还有再来就是汤头里面 胡椒味 放一点点的油葱酱 就是我们古代味这种红葱头去爆的油葱酱 好 那在家里面可以备一点点 最后要熄火前才放 不要太早下去煮 然后高鲜不同的食材多吃一点 绝对是好的 来 芹菜 芹菜 然后香菜 OK咯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咯 我是觉得它的汤头真的是把我们带回到 我觉得小时候好像在市场边的有一个摊位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味道 可是差别在哪里 他们做的是就是一个我们讲说真正的一个羹 然后做的是一个没有那么多的一个青菜 其实阿芳老师这道料理我觉得有那个 可能它的油葱酥叫爆 那个虾米的爆香叫香菇 这种古早味我觉得真的是让大家的食欲大开 我觉得其实我刚刚已经吃的有点撑了 那这个下去其实真的是 大家会一直喝下去 真的是非常棒的一道料理 那我们刚刚提到那个肚子痛 其实刚刚几位医师有提到 我们最怕的是右下腹痛 尤其是我们 我记得我那时候当住院医师的时候 我们一直右下腹痛 大家来就想当心一个叫盲长年 所以大家就会一直摸一直摸 看有什么反弹痛 然后肌肉已经出现那种防卫性的那种僵质 那种都很小心 那为什么 因为有些东西你打打点滴 它自己会好 可是有些是要开刀开进去的 可是万一它不是盲长眼 你开进去的怎么跟家属交代 所以那我就举一讲 其实还有一个会伪装成盲长眼 这叫做肾结石 肾结石其实刚刚新美老师 新美医师有讲到 它非常非常痛 的确非常非常痛 所以它痛的时候 有时候会跟盲长眼真的是傻傻分不清楚 我们肾脏因为有两边 那其实会痛的 我刚刚讲 其实它如果说活在存在这个叫肾雨 这空间很大 有没有 这种其实不大会痛 这种在很多女孩子重复性的泌尿道感染的时候 所以它长着 会长成一个很大的那种鹿角结石 可是它会堵起来 让你整个肾脏水肿 它痛的时候是后面 这样就会胀胀的 倒不是这样痛 可是你看这一颗 有没有 这颗卡在那个已经掉下来了 卡在输尿管 输尿管有三个位置 特别容易卡石头 一个是上面 一个是中间 一个刚刚在膀胱下游那个地方 那如果在中间这个位置 尤其在右侧的中间这个位置 这很容易跟我们刚刚讲那个盲肠炎给搞混 之前我那个 我记得我那时候在肚子痛都先送给内科 那内科找了半天之后觉得 这个有可能要开进去 然后就找外科来摸摸肚子 所以一个病人 只要怀疑盲肠会被很多科的医师摸来摸去 摸到最后他都会翻脸 那那个病人 再怎么看都是像盲肠炎 右下腹痛 我刚刚讲说肌肉僵直 什么那些全部都反弹痛 那跑出来 白血球也高 轻微发烧 那每个人都说 每个人都说这外科的赶快开进去 可是他们扫了一下超音波 盲肠那边有没有说特别肿胀 就后来就再去那个 做了一个电脑断层 电脑断层 这时候电脑断层刚好看到 就我刚刚讲在右边的那个 输尿管那个位置有个小小的亮点 那个就是我们讲的有结石 我们后来还好就收给泌尿外科 泌尿外科就帮他打扁 这个是泌尿外科开 其实在极性期的 肾脏科开 肾脏科不动刀 肾脏科是内科医师 动刀动枪的都是外科医师 然后这个病人在极性期 其实他们也会先给他消炎 打一些抗生 为什么他白血球也高 因为有时候我们盲肠眼 是因为发炎细菌性感染 如果白血球很高的时候 要很小心 有时候是破掉了 但因为他有合并泌尿到感染 因为石头造成感染 那这个病人事实上是结石 他们后来打了抗生素 然后打了一些抗筋卵的药物 然后冲了很多水 那个就冲出来了 冲出来之后 他整个疼痛就消失 然后你来想说 如果那时候真的就找外科 给他开进去 他可能就白挨了一刀 所以那个其实很多时候 肾结石的疼痛也很容易 跟我们的那个 我们讲说盲肠眼 附膜眼搞混 那问一下卫医师 急诊室还担心 有的时候急性的腹痛 很有可能是临时 突然发生了急重症 对 而且啊 我们还担心一个状况 就是这个肚子痛的原因 跟血管有关系 因为他其实很难去定位 因为我们肠子有很多供应 我们肠子的血管 他一旦被我们血栓塞住 就好像我们脑中风血栓塞住 心灵可能它也是血栓塞住一样 我们肠子也有肠中风 所以供应的肠子 只要被血栓塞住 在初期的时候 其实你也没办法清楚的定位 你甚至临床症状是 他就是觉得痛 可是也没有父母原的症状 这时候我们就会特别小心 我就遇过一个婆婆 她也是肚子痛 然后肚子越来越胀 导人家终归是很会忍 也不愿意到医院来 后来到两天的时候 他不只是痛全身无力 而且人开始出现喘的症状 又被家属送来急诊 来的时候其实他已经 而且他已经有点 半眼睛休克的状况出现了 那你会肚子 这么严重 对 而且他的腹膜炎 其实非常明显 整个都是已经是牙痛了 我们后来一检查就发现 发作了电脑断层扫描 我们先看这一边这个图 这个其实是我们肚子的一个扫描 你看到最脏的那个是胃 旁边这个是肝脏 那理论上我们肝脏在扫描里面 除了一些血管以外 它是非常均质的 你会看到里面 非常多黑黑的亮点 其实它是空气 那原则上在我们肝里面 不应该有这些空气出现 那其实是我们肝脏 有一套血流的系统 叫做肝门静脉 它其实会汇集我们肠胃道的一些血流 到肝脏里面去 再回到心脏 那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征兆的时候 我们就要小心 是肠子有坏死的情形 因为我们当肠子只要缺血坏死的时候 它血管被塞住 坏死到严重的时候 我们那个细菌会开始产气 那水血就回流到我们的 所谓的门脉系统 之后就会积在肝里面 我们就在肝里面看到非常多的空气 那其实这个肝脏非常严重 到当时婆婆 我们就紧急要帮它开刀 一到刀房麻醉 它就走了 微信效就停止了 所以其实有时候也会严重到 我们甚至连处理都来不及 那再问一下许医师 我们刚讲的都是急性的腹痛 那这一个肝胆肠胃的医生 还会怕慢性的腹痛 是 我们这个慢性腹痛 一般就只说这个 这个慢性腹痛 大家千万不要忽略 不然肯定 一定要去看医生 因为不要说耽误到这个病情 就把癌症的一个治疗都忽略掉 洗肾病人 只要是它只要肠胃到功能不好 它的营养就会下降 我们洗肾的严肝 最怕是白蛋改下降 只要下降 它那个死亡率会很高 五天没有大便 所以它说它便秘 想来我们急诊做晚餐 一帮它做扫描 更不得了 它的大长长了一颗肿牛 把他们这个吃破了 那我以前就遇到一个 58岁的一个大公司的老板 他常常都要应酬 他有一阵子就是说 上腹这边很痛 然后他就想说 大概是他应酬都常喝酒 就胃痛就常吃胃药啊 吃一些止痛药 好像就撑了一阵还没事 结果后来大概经过半年之后 他觉得不太对劲 因为他除了肚子痛以外 他就整个人很容易疲劳 然后就 而且呢就是 结果就发现说 怎么人身体也变黄了 结果到医院一检查 结果发现其实是什么呢 是躲在胃后面的器官 就是胰胀 胰胀有 然后这个胰胀癌 压到了这个肿胆管 结果就不然这样胆汁下不去 就逆流就变成黄胆 所以他就变全身发黄 变黄脸功了 就一检查起来 已经到胰胀癌第四期了 所以不到三个月 就去手术不可能了 所以他就是前面的痛的症状 对 他已经痛了半年 其实他应该早一点去看医生 是 所以特别提醒大家 这个慢性复动一定要去找医生 千万不可以拖到 好 那接着像我们李师傅 也要分享一个健康好料理 师傅今天要分享的是 椰汁酸辣这个酥鸡片 对 这个很多的蔬菜一样 我们这边有牛蒡 芋头 南瓜这些 番茄这些 那么鸡肉 好 那我们要做酸辣的菜 这边先教各位 在家里面有时候想要做酸辣菜 而且天气渐渐变热之后 酸辣比较开胃 可是你不知道要怎么去调 对 这个酸辣酱 先教各位一个很简单的 好 来 这个是我们 简单的酸辣品 超简单 看一次你就会了 这个是我们一般的辣椒酱 但是不是我们台式的那种辣椒酱 你去买进口的辣椒酱 美式的也可以 一汤匙 对 一汤匙 这个 这个是什么 鱼露 一汤匙 好 柠檬汁 一汤匙 一汤匙 好 一比一比一 对 然后加一些蒜末下来 好 然后加一些姜末下来 哦 这是最简单的酸辣比例 对 然后那边都是一大匙 对 行你半大匙 就它一半 好 这个酱汁你调好之后 不管你是要 海鲜 鸡肉 各种肉类都可以做酸辣的料理 拌的也行 拌的也行 煮的也行 蒸的也行 全部都行 哦 就是所有的什么酸辣鱼酸辣肉 都可以做 我看 我觉得你这个好像东南亚酱汁的风味 它就是东南亚酱汁的风味 真的 对 加了柠檬汁 为什么 因为 我觉得这是东南亚餐厅 而且你如果来一个什么小卷啊花枝啊 就会穿烫 然后你来穿烫一盘白虾也可以沾 也可以 然后那个人家吃那个水煮肉啊 白斩鸡啊都可以加一盘 就是一个万用的一个酸辣酱 然后之后我们做这道菜就变得很简单了 好 我们先放一点油 所以很多凉拌的酸辣也是这个风味 然后有一些东南亚的海鲜啊 感觉它们弄一弄就是拌这个味道 就这样子 来 姜 姜 蒜 稍微爆香 对 然后我们的鸡肉 鸡肉下去 所以我们今天呢 芋头把它切片 南瓜把它切片 牛蒡切片 然后今天还有青椒 还有黄椒 芋头跟番茄 对 那么一般来讲 我这边加了一个椰汁 为什么会加椰汁 因为我们有时候像东南亚他们做菜 他们不勾芡的 对 可是你要吃到那种浓浓的口感 对 那我们不勾芡怎么办 就是 椰汁或椰奶 椰奶 然后它就滑口的口感 它就会有滑 香滑的感觉 而且万一你调的太辣了 椰汁又平衡调辣 对 本来你不吃很辣的人 你加了椰汁你就喜欢吃了 所以成人版的口味 酸辣可以重一点 给小孩吃的口味 椰汁可以多一些 对 好 这边把它炒香了之后 我们的 牛蒡 牛蒡 切片 全部都丢下来 然后芋头切片 然后南瓜 南瓜也切片 反正各色蔬菜都有 对 然后甜椒也 这一个框条 就把它放下来 还有番茄 好 这个时候我们的酱料还没下去 我先把食材拌炒一下 这种酱料你不需要去爆香 不需要把它炒过 你只要最后加上去就好 因为它不需要什么 把它太过高温 它的高温反而它就酸味就没有了 因为它的柠檬汁会被煮掉 对 如果你说一开始就把它爆爆爆 你等一下就哇 你就感觉酸味不够 好 所以这个时候师傅再稍微加一点水 对 我们加少许的水 好 然后盖上锅盖 稍微让它焖熟 这个时候我们都放酸辣酱 你刚刚不是说不要煮酱 不要炒 不要炒 这个水的温度大概就是100度 所以可以 就这种酱不要炒 好 那跟那种川菜师傅 一般 要把酱炒香 我们酱都要把它炒过之后 才会有什么香味干什么 那是截然不同的 所以像这样子 我们就把它加下来 盖起来 让它稍微煮一下 好 那我们烧炒到同时 再请教一下洪医师 大部分的慢性腹痛 其实有的时候都跟消化道 或者消化系统的毛病息息相关 对 慢性病跟消化系统最相关 如果要举了大概就是糖尿病 我洗腎病人一半以上都是糖尿病病患 被他们那些慢性腹痛搞得好惨 他们大家知道 一得到糖尿病会有神经病变 他们会有一个叫自律神经病变 自律神经我们肠子的那些蠕动 分泌味酸 事实上就是这些交感 副交感神经在那边做平衡 对 那所以糖尿病的病人 经常腹脏便秘就在撑 那可能过了一阵子 又一直拉肚子一直拉肚子 那我有一个阿嬷 她从小 她应该从年轻的时候 就经常自己去买药 吃一些抗生素什么 所以她有得到糖尿病 可是很快的那个肾功能 就坏掉就洗肾 可是她还是经常会自己去西药房买药 那我相信她糖尿病 有很多病发症 有人心血管疾病 有人是糖尿病足啊 有人眼睛 她是肾脏还有肠味道 就经常一直拉肚子一直拉肚子 那拉肚子的时候 我们就会用一些医师 大概用一些止蟹药 一些抗胆解 让她肠子不要蠕动那么快 可是一会儿过了 过了几天又开始便秘啊 又什么 其实真的是非常难搞 那每次知道 可是她就是不舒服啊 你知道洗肾病人 只要是她只要肠味道功能不好 她的营养就会下降 我们洗肾的烟奶 最怕是白蛋白下降 只要一下降 她那个死亡率会很高 那怎么办 除了我们讲说点滴补充一些营养之外 我后来其实有解决是用那个益生菌 其实因为益生菌 我们讲说我们能做的 如果说一直在调控她的神经 用一些药物 其实效果真的是不好 那用一些什么止蟹药 又一些什么 我后来请她补了一些益生菌 很奇怪 她在补益生菌之前 她的血糖非常难控制 那在补完益生菌的一段时间之后 血糖就变得比较容易控制 那我心里在讲这个 其实肠道的功能超过我们的想象 以前我们一直都认为肠胃道应该就是一个消化器官 我后来发现 其实她不只 她可能跟你那些免疫功能 还有一些慢性发炎相关 其实糖尿病的引起的原因叫胰岛素阻抗 你只要身体主在一个慢性发炎 你的血糖一定控制不好 比如很多时候正在感冒的时候 正在压力的时候熬个夜 你去厌她的血糖都特别 我相信她的奶奶 她的肠子一直处在一个慢性发炎的一个状态 那为什么可能是她经常使用那些抗生素 抗生素杀细菌 她会把你的好菌成沙光 她会连肠道的医生菌也沙光 对 然后她们又是尿毒症的病人 她本身她们就有做研究尿毒症跟糖尿病 她们肚子的那个菌虫 跟我们正常的那个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所以后来补了一阵子 我相信她的那个好的菌进去之后 发炎应该有下降 所以她的血糖 其实我们那时候没有增加她的 之前我是胰岛素的量一直增加 还是控制不下来 那后来给她改了 加了一些益生菌之后改变 这个叫 我相信她的慢性发炎是改善的 之后整个血糖就下来了 好 同一时间 我们师傅这锅也烧好了 来 好香喔 而且一打开 它那个酸香辣香就出来了 就出来了 然后 来 这边我们再加一些些的 好 这个椰浆 椰浆 然后九层塔也可以提香 好香喔 对 所以就是家里头 如果小朋友吃的椰浆就可以多一点 那这里椰浆就可以做最后的 小朋友吃的话你就辣酱少一点 你椰浆多一点 所以就是家里头 如果小朋友吃的椰浆就可以多一点 那这里椰浆就可以做最后的 小朋友吃的话你就辣酱少一点 也這樣多一點 然後來把它盡頭下來 讓它拌香 那我們就來試吃喔 這個泰式風味真的是非常下班 而且裡面的食材 還有那個青椒茄子等等 真的也豐富了 有非常豐富的膳食纖維 而且這個不知不覺 你會把所有的蔬菜牛蜂 這些都吃光光 真的好像在南洋的棕榈樹下 吃這道料理 真的 急診室的醫生看太多 肚子痛的病了 你也會浮誇是不是 對 而且纖維真的要多吃 我就遇過一個老婆婆 她其實來急診室很有趣 她就很多病人喜歡自己診斷 她其實就是肚子非常的脹 然後五天沒有大便 所以她說她便命 想來我們急診做晚腸 這樣她說醫師 你就幫我處理這個就好了 可是其實我們遇到這樣子 我們真的要特別小心 我就幫她簡單照了一張X光 我真的要看到你大便塞住 我才要幫你處理 就我一照不得了 沒有什麼大便 可是她的腸氣 不是只有在腸子裡面 我發現她那張X光 看起來就像腸子外面都是氣體 把腸子整個蹭出來 什麼意思 就是腸子破掉了 我們肚子裡面唯一有氣體的地方 就在腸道裡面 對 所以她就是應該是有 腸子有破洞 所以氣體才跑到腸子外面 後來一幫她做掃描 更不得了 她的大腸長了一顆腫瘤 把腸子給吃破了 而且同時在肝臟 看到很多顆的轉移 那就擴散了 也就是默契了 所以其實她當時是沒有任何的症狀 她其實只是因為她覺得她長期都便秘 那這一次只是覺得更嚴重 想來急診做處理 沒想到一檢查 就發現這樣子的結果 所以她一到急診 這個才確診大腸癌事情 沒錯 但是她前面顯然 也許有症狀 她都完全不知道 沒錯 她就當作是便秘 可是演藝圈有的時候 工作拍戲不穩定的時候 真的腸胃到的健康很難顧好 從以前拍戲的時候 就是到了吃飯時間 放飯了 其實一邊放飯 狼吞湖一邊在背 因為剛來的劇本 對 那這邊收工以後 又跑到另外一個劇組去 其實那個時候也是 有時候想上廁所就憋不上 當年輕的時候 就剛好聽了醫生在講說 原來肚子痛會要人命 真的要重視 可是當我結婚有了小孩以後 那就會以 老公是我的天啊 然後小孩是我的心肝寶貝 所以我一定要把家人顧好 那我有的時候 我的個人困擾是 有的時候朋友會找我去吃 像Buffet 我又特別喜歡吃生蠔啦 Sashimi那種 我每次別的不選 就是專選那些 就一直吃 一直吃 一直吃 吃到 欸 我覺得夠本了 好了 站回來 然後這時候就還沒有出那個飯店 5星期的飯 就會覺得肚子 不對了 就去 然後一上就是拉水的 那我就覺得說是不新鮮嗎 還是因為我吃太多深冷的東西 那我的先生呢 是因為他有時候工作壓力太大 他常常會有的時候 跟我們去吃 今天吃泰式的啊 或者吃什麼 然後逛街逛街 逛到一半我老公就不見了 我就會打電話給他 聽不到去哪 他說我去廁所肚子痛 常常會這樣 那我就說你是怎麼回事 要不去看醫生 那他是有做過健康檢查 他的大腸是有一點點 因為工作壓力 長期坐飛機都是坐著 所以他都常常 對 醫生建議他要走動 要吃一些營養的膳食纖維 那至於我的孩子呢 他是不愛吃青菜 都是吃牛排啦 吃炸雞啦 好現在很多小朋友 特別愛炸雞牛排 對 然後學校的東西 他又不愛吃 那我就哇 都給他吃一些肉 那他有的時候也是 因為現在要考高中也是 就是都沒有時間運動 然後有時候媽 我好想上廁所 他一在裡面 這半個小時不出來 我說你幹什麼 我說你這怎麼回事 要不要帶去看醫生 他一聽到醫生要打針 要驗什麼 他都會害怕 我不要 我不要 那後來呢 就因為我有這些困擾 那我就想說該怎麼辦呢 那我同學就講 我好朋友就說 醫生吃益生菌啊 我說可是益生菌 有這麼多種 那我到底要怎麼選 那我的同學就跟我講說 有一個益生菌非常好 就是我現在今天要跟大家講的 這個益生菌 它吸帶很方便 它是嚴選五支特色菌 那它的製造呢 它很特別 它是顆粒劑的 它不是像一顆 一顆粉狀 像它這樣 它是這樣子的 一顆一顆的 就不會像以前 我吃那個粉狀的 有時候要這樣倒 水還沒上去 我就 就會 它就很好吸收 來吃吃看美女 好 幫助你好 好腸道就會 免疫性上 就會好 然後 阿光老師還蠻壽的 我每天吃很多飲料 還蠻壽的 還蠻壽的 很好吃 然後它的味道就是優格的味道 入口即化 你看大家都不用配水 也不會嗆到對不對 然後它出門就很方便 然後就出門就很方便 我平常 因為我就算忘了吃 有時候我就把這個 放在我們貝克宇的那個 吃飯的那個筷子裡面 對 它就要吃飯之前 像這個吃飯前呢 就很開胃 有時候我兒子壓力大 都不太吃東西 他吃了這個 他吃了就比較多 那飯後的話 就是幫助腸胃道 就是蠕動啊 消化 把好菌吃進去 剛剛醫生有講 壞菌就會 自己就會不見了 對 我就覺得這個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醫生菌的補充 真的對腸道的 這一個健康跟菌相 有調整跟貢獻 對 其實剛剛佩儀姐 有提到一個 我想特別跟觀眾朋友澄清 很多人會認為說 什麼人會想吃醫生菌 通常都是便秘的人 對 可是其實呢 有一些人是腹瀉的人 他其實我自己啦 我個人在門診上 我反而 我會讓他嘗試醫生菌 我講一個我自己的病人 他之前來做那個 我們說那個腸躁症的調整 那腸躁症的時候 那時候他後來有一次回來 他就很感動跟我說 你知道我這個腸躁症30多年了 我中醫西醫都看過了 可是沒有像現在這麼舒服 就是他不會再去一個緊張 就去跑廁所 其實我的配方沒有特別多什麼 我就多了加醫生菌 所以其實很多人過去會認為說 是不是只有便秘要吃醫生菌 其實不是 各種腸胃道的症狀 如果你有一些腸胃道不舒服的時候 你不妨讓好菌 住在我們的腸道裡頭 讓他去跟我們的壞菌做競爭 他很有可能就可以再調整 我們腸胃道的一些菌種的種項 那很多這個病人也會問我們 現在的市面上 各種醫生菌白白種 而且菌很多種 而且不同菌有不同的功能 對 所以很多人會說 那你要不要醫生你推薦我 你推薦我要吃什麼菌 一方面我自己也沒有什麼代言 所以我就會跟大家講幾個 關鍵性的你在做這個 你在吃醫生菌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的關鍵 第一個我其實都會鼓勵大家 你在吃醫生菌是多種菌種 原因是因為其實 我們的好菌跟壞菌都一樣 只要一菌做大 其實對身體都不一定是好事 所以我們可以挑各種菌種 第二個重點是 我們要挑一些可以耐胃酸的東西 因為我們知道 其實我們的醫生菌吃的時候 其實通常都是有口吃進去 吃菌的時候 它的第一個防護牆 就是我們的胃酸 可是偏偏胃酸它的目的 就是要殺菌用的 所以如果假設你吃到的是 不耐胃酸的菌 你可能吃到這裡 它就暫死在你的胃裡 那你就等於在吃粉末 或者是在吃一些 比較沒有益處的東西 那另外的多種菌 其實我們有一些 比較常見的菌種 我講一下鼻菲德式菌 這個雷特式B菌 等等這些菌種 其實它們各自 在我們目前很多研究 包括對民意力的調整 有些人是過敏性鼻炎的問題 有些是腸味道的問題 其實它都開始陸陸續續 有很多種研究 它可能都會對這些 有調整的作用 所以一般的民眾 你不用記這麼多 你也不用像我們醫生 會去看我們的文献 你就只想要記得 我們的菌種越多像化 那這些菌種 它是可以順利通過胃酸 其實就很好 另外一個關鍵 也想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我們很多人 在吃益生菌 我一定會說 你要多吃一點蔬菜水果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蔬菜水果裡頭 還有一個很特殊的東西 叫做益生質 也叫做益菌生 它益菌生的這三個字 大概把它文言文 把它翻譯成白話文 就是幫助我們的益生菌 生長的東西 所以叫益菌生 例如像是果果糖 例如像是麴糖 它是一種水溶性膳食纖維 這些東西裡頭 它其實都可以幫助 我們的益生菌 住進去的時候 它是一個菌 可是你有個原料給它吃 讓它可以自己在裡頭成長 那其中它那一個 所以你吃的配方 最好要有這一些益生質 因為現代人可能膳食纖維 都攝取的不夠 其實是啊 我們現在 你直接去看 看每個人吃的營養 其實它的這個青菜量 基本上都是不達標的 那不只青菜 像裡頭提到什麼菊糖 果果糖這些 其實也是一些益生質的東西 那除此以外 其實像這一支裡頭 它其實有一個是綜合酵素 這個東西跟大家印象不一樣 很多人認為綜合酵素 那我會不會拉肚子 其實好的酵素 它的目的是在補充 我們的各個器官 我們的消化器官 它的分泌 很多人在壓力很大的時候 因為它壓力大 所以它嘴巴咀嚼不到兩口 就吞下去了 我們為我們的嘴巴裡頭 好的澱粉酶 不能適當的分泌 所以其實好的這個酵素 是幫助我們在腸胃道 下去的過程中 提供比較好的 可以分泌的一些酵素 來協助我們這個分子 食物的分子 從大分子變成小分子 所以你們全家都會 補充益生菌 來照顧腸胃道 像我是因為是家裡的罰患者 那看到先生 因為我先生常常到國外 都是吃生冷的 越吃越拉肚子 那我就給他擺在皮箱裡面 反正就一天一包 他也不管飯前飯後 一天一包 然後我的小孩 那課業壓力大 有的時候他也常會 我曾經三天沒有上過廁所 那個真的很難過 然後怎麼喝水 我去按肚子都沒有用 然後嘴巴都有一股臭臭的味道 然後嘴巴都會起泡 就會臉會暗暗不好看 那可是我覺得 就把它當成 但是我為什麼選這一家 因為這一家都有經過 SGS的認證 他都有什麼重金屬 然後塑化劑都沒有 然後他隨時 不管飯前飯後吃都非常好 我就拿來把它保養身體 就以後不會這裡 什麼很嚴重 那裡很嚴重 好 謝謝佩儀姐的分享 那節目最後 洪醫師也給觀眾朋友 一個健康小丁鈴 確保腸味道的健康 除了今天阿方老師跟李師傅示範的一個健康料理之外 還提醒大家三原則 一個叫做定食慢食跟挑食 什麼叫定食 大家要定食定量 一餐大概吃個八分飽 然後睡覺前三小時就不要再大量吃了 什麼叫慢食 大家務必要 吃飯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 慢慢吃 細腳蔓延 至少嚼個20次再吞下去 什麼叫挑食 挑健康的食物 一些油鹽糖加工類的食品 這些都把它排除掉 那吃天然原始的食物 這個就可以確保你的腸味道 竟然都很健康 好 謝謝洪醫師的丁鈴 也謝謝我們這麼多好朋友分享 我們今天分享的健康好料理的食譜跟作法 也都會PO在年代 罵取台健康好生活的臉書上面 提供給觀眾朋友分享跟下載 同一時間我們的食譜健康的資訊 還有節目的預告 也會放在LINE的官方帳號的主頁 歡迎觀眾朋友掃描我們的QR Code 加入我們的LINE帳號 那健康好生活 我們下次同一時間準時再見 拜拜 謝謝